夏天养养花不要给它乱施肥了 不要给它乱用药了 不养的话 动不动就给你烂根 辅苗黄叶 还会出现叶片胶尖 黑点 新亚烂掉等各种问题 只是到了夏天 是养花烂根的高发期 这时养花最喜欢一样东西 你肯定不知道 但是用在养花的花盆里 那就是特别的棒 养花的根系发达 白白胖胖的 而且呢 根系发达又粗又大 脂肪叶茂 叶片肥厚催绿 这个小东西啊 既绿色又环保 又没有化肥残留 在夏季花卉基地 都在偷偷使用这个小东西 如果你还不知道 那就亏大了 而且呢 用起来非常简单 方便 那在分享之前呢 麻烦帮我点一个 不要钱的小红星 支持一下 避免用到的时候找不到了 咱们可以两个月 给兰花用一次 撒在花盆的表面 就是这个小黑颗粒 你可别小看这个小黑颗粒 用在花盆里 效果是出乎意料的好 而且咱们家里面的 多佑 蟹爪兰 月季 长寿花 君子兰 等所有花卉粒子 都可以用它 今天呢 我就把这个小黑颗粒 放在视频的左下方商品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 让你家里面的花 在夏季 不生病 不烂根 不出现斑点胶尖的问题 把花养的脂肪叶茂 叶片绿油油的 养花有技巧 关注我就好